大家好,安倍晋三最近在赏英会的问题上 被日本的检方指控做虚假的答辩118次 这是日本媒体22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的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前一天已就赏英会丑闻接受了检方询问 虽然检方基于询问结果可能不起诉安倍 但是共同社等媒体称安倍在国会做虚假答辩应被追责 共同社22号报道相关人士透露 安倍周一已经接受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的询问 安倍否认涉嫌违法 因此检方可能不会起诉这位前首相 并已就此与上级检察厅展开协调 安倍后援会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 未记载赏英会前夜晚宴收支明细 预计呢检方将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 规政法 这个相关的罪名走检疫程序 起诉担任后援会代表的这个安倍晋三 第一秘书 所以安倍晋三从这个事上看 他逃过了被起诉 我觉得这个安倍晋三很聪明 一会儿跟你说一说 里边在这边 安倍的这个手法其实很聪明 这个时候逃过了被政治起诉 安倍后援会此前承认 2013年到19年期间 共动用916万日元 约合是57.7万人民币 为安倍主办那个赏英会前夜晚宴填补费用 不过安倍曾在国会答辩中多次否认此事 据日本朝日新闻22号报道 众议院调查局认为 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 安倍在参众两院正式会议和预算委员会等 总共33次的会议上虚假答辩118次 共同社22号评论称 前首相围绕政治与资金 接受检方询问实属罕见 即便检方不起诉 安倍也将因在国会进行虚假答辩 被追究政治责任 东京新闻22号有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担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方长官时 也曾经多次按照安倍的主张进行答辩 文章说 一直拥护安倍的菅义伟也可能被追究责任 此外 日本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前农林水产大臣 吉川贵胜22号向众议长提交了辞呈并获批准 吉川贵胜涉嫌非法收取政治现金 日本在野党将结合安倍的赏赢会前夜晚宴费用填补问题 一并追究 我给大家讲 这里边是非常深的政治 这个安倍这个时候 日本的地方检察官安倍没有当首相 已经辞职了 然后他这个赏赢会问题出来了 大家知道啊 这个其实啊 是早就有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安倍已经退下来了 开始查这个事 这就是政治交易啊 这个政治交易 我觉得这个 日本人呢 他是有个习惯的 就是你在台上的人啊 你怎么做都会被什么 大家唾弃 都会被埋怨 但是一旦你下台了 你的很多政治啊 上面的丑闻啊 大家可能就不再谈论了 安倍呢 其实也是利用这个习惯 日本的 地方检察官呢 也把这个案子曝光了 另外呢 也公布了 所以呢 日本的这个安倍呢 可能会受到谴责 但是绝对不会终结他的政治生涯 而菅义伟可能就完蛋了 菅义伟呢 他是现任首相 他呢 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些虚假陈述 他可能会在聚光灯下 受到这个聚光灯的聚考 而安倍呢 可能就逍遥法外了 就在自己家里边 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说啊 这个安倍很聪明 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报出来 然后呢 配合着检察官 就算 这个案子最后认定安倍 他做了不实陈述 对安倍的政治 政治生涯并没有啥影响力 该处理得处理 自己也不被起诉 而且最主要的日本人呢 关键时刻他需要强忍 就这个菅义伟一旦 后面啊 支持率下降 自民党还会选择安倍 重新上台 那个时候安倍回了以后 是吧 这个丑闻就没了 因为丑闻处理完了 处理完以后 没人再提这个丑闻 所以安倍下了以后啊 把很多丑闻处理掉 为下一次再回归 等于是清洁了一下自身 自身变得什么干净了 这个事已经没了 不会再有起诉 而且他这个贪污啊 说他贪污七十多万人民币啊 五十七万人民币啊 这在日本来看 其实没有多少了 还是他的秘书啊 而且追责的主要起诉的是他的秘书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安倍很聪明啊 你看下台以后 第一搏到板面 安倍搏到板面 所有人都知道安倍还活着 安倍政治 他还是个政治人物 每天还在这个板面 就政治人物 特别是像日本这种社会啊 政治人物必须得有板面 每天得出来 哪怕这个案子 持续吵一吵 大家知道 有一个叫安倍的 是不是 他也可以啊 成为政治领袖啊 就是他一直在板面里面 一直在你的生活里 第二呢 我这个案子也结束了 最主要呢 政治洗白以后啊 菅义伟在自民党内的声望 可能会下降 我觉得这个政治家 他都是一时三鸟 一时多鸟的 你从安倍这个事 大家也可以看啊 日本政治里面 也是很复杂的啊